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的一颗 那是怎样分辨真伪福音 今天我们教会一直面对了各种各样的异端的搅扰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已经严重到异端 但是我们说那些错误的道理 已经构叫弟兄姊妹昏头转向 各种各样的 我们可以说简直就是多不胜足 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情况和特色 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来分辨呢 当然我们都知道就好像我们指点人一条路 我们不需要告诉他 今天从这个地方到那里有这么好几条路 有的是弯路 有的是错路 有的是死路 我们只要告诉他 你认定大路 认定正路 你就不会错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我们在真理上就是这样 我们怎么来分辨 不是因为我们去研究那些异端 研究异端 你一定上他的道 因为他有一套东西 因为他有一套东西 让你慢慢慢慢的弱渴 会跟了他去 今天我们不是研究异端 但是我们说我们有了一条正路 我们都知道 凡是跟是跟正路不一致的 偏离正路的 我们都知道至少即使他不到异端的地步 那也一定是一个错误 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 我们要来看我们没有一个万全的研究异端的方法 今天如果说我们要研究异端 魔鬼他最喜欢你研究异端 你一个异端花一年的功夫 他造了一百个异端给你 那你这一辈子就成了异端专家 你根本就不用去传福音 今天我们根本不必去理异端的那些内容 我们要抓住的是正道 那就是真理 给我们的走向耶稣嫉妒的 那就是彼得所宣告的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那么这条路我们认定了 凡是跟这个路有不同的 我们就知道 那至少就是偏 那么我们今天呢 我们还是从几方面 让我们对异端的一些原则 我们可以有一些认识 我们说我们今天的题目 那是怎样 分辨 真伟福音 我们不需要为了到底他是异端还是极端 有的时候地球姊妹会来问我 这个库重生到底算是异端还是极端 今天当然我不是一个法官 我可以评判 我说异端可能别人也不服 我说极端有的人也不服 但是我们都知道 库重生肯定有他偏离真理的地方 在我们周围有好多这一类的异端 所以我想我几个题目不是一段分辨什么 真伟福音 这个我们应该知道 真的福音那一定是根据圣经 是纯正的信仰 是纯正的信仰 全辈的旧恶 如果是假的 错的 那就有偏离的地方 而这个为我们就知道 程度各不一样 有的为的厉害 有的为的不这么厉害 有的是这一方面的为 有的是那一方面的为 但是一切为我们都知道 都是从魔鬼而来 我们并不讲那一些 有些人 比如说悟性了一些错误的道理 走向了歧途 我们并不是说他是魔鬼 但至少他那一个错误 他是中了魔鬼的诡计 根源那是从魔鬼而来的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 我们第一个 认识 一端邪说 我们看第一个题目 那就是 一端假先知 对教会的危害 一端假先知 对教会的危害 我们看 看彼得后书 第二章 第一到第三节 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 第二章 第一到第三节 我们一同来念 从天在白心中 都由假先知 将来在你们中间 便利有假师父 此次挺进 陷害人的地端 连爱他们的主 他们也不承认 自取速速的灭亡 将要有很多人 随从他们协议的行为 便叫真道 因他们的人物被违化 他们也有贪心 要用灭造的灭云 在你们身上取经 他们的行为 自古以来 并不实验 他们的灭亡 也并速速来到 对 我们知道彼得 他写彼得后书 真像保罗写 提供太后书一样 那是他很快 就要为主寻道的时候 那时候写 当然保罗是在监牢里写 彼得贤 彼得后书 没有在监牢里 但是这也是他人生最后 可以说当时教会所面对的 就是当时在教会历史中 我们常常提到的 有一个罗马的君王叫尼罗 他迫害基督教 可以说是最疯狂 最残忍 就在当时这个时候 保罗 彼得 都是死在这一次的迫害的中间 当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 应当教会面临的 就是尼罗王的疯狂的迫害 一般来说 我们都知道 如果在一个疯狂迫害的中间 要写信 那这个信中一定是要勉励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 要刚强 要面对患难 我们要高举见证 要怎样 但是我们看见彼得在这个最后的 这么紧张患难的 这个情况下 写的书信 他没有任何讲到环境的逼迫 相反的在彼得前书里面 他讲了好多 在彼得后书 可以说这也是他最后的一封书信 他给教会的提醒 不是要在患难逼迫中刚强 而是什么 要提防假先知 我相信在任何环境 逼迫患难的中间 那些假先知 那些异端 会更加活跃 罗马帝国 并不是迫害所有的宗教 其实罗马帝国因为 他们所信奉的是多神 所以他也不喜欢得罪任何一个外邦神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信耶稣的 我们在真理上没有妥协 我们只信奉独一真神 我们不能拜他的罗马神 罗马帝国认为 今天大家也就是什么 你好我好 你的神我也不得罪 我那个神你也都要拜 其他的宗教都妥协 就是信耶稣的 我们在真理上 不能妥协 今天罗马政府的一些规章制度 凡事 是为了 罚恶赏善 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保罗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绝对应当要顺土 但是今天牵涉到我们的信仰 那不是因为他是罗马官府的命令 我们就得要去 当时为什么基督徒会受到特别的那一个逼迫 就是因为罗马帝国不满意 其他的宗教都有妥协性 就是我们的信仰 没有妥协性 我相信就在这样的时候 在教会里面就会有一些异端邪说 这一类的异端邪说 必然就是怎么样 再搞妥协 正因为这样 彼得就知道 面对这样的一个逼迫 有些人就说 我们信耶稣何必这样呢 我们可以这样可以那样 当然我不很清楚 当时搞了怎么样的一些异端邪说 但是必然就是迎合了当时社会的那个情形 把自己的信仰可以改变 可以妥协 因为经过这样以后 当然我们说他有一定的迷惑性 有些人会跟随 为什么呢 一样相信耶稣 我就不需要付代价 一样相信耶稣 我不会再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 可能有的人会告诉你 你就是像罗马的那个偶像拜一下 你只要心里不拜 外面拜不算数 我们今天的信仰是在心灵里面 就像今天我们也知道 有一些那些错误的道理 我们犯罪只是我们肉身犯罪 心灵不犯罪 虽然我不很清楚 当时的一些异端内容 但是必然有一些这一类的异端 所以我们说越是在罗马帝国迫害教会的时候 越是那些异端怎么样 有迷惑性 越猖怯 吸引一些人 让这些人 那就说 你说是信耶稣 你心里相信就够了 表面上我们还是应当 要顺从罗马帝国的那些安排 我们应当要拜他的偶像 虽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想象 但是我相信这是为什么 彼得在他的彼得后述里面 特别要提到 要为 对于那一个假先知 我们说 特别严厉的指责 因为在这样的时候 他具有特别的迷惑性 而且对教会来说 今天我们教会最大的危险 不是因为环境的迷迫 环境迷迫很 我们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是对教会来说 他能够得到纯洁 信徒能够得到操练 大家的信心应该是更加的坚固 主也会加我们的力量 但是我们说 对于那些异端邪索 在教会中间所搞的迷惑 以至于很多人 会迷失方向 这一个危险 在彼得看来 比环境的逼迫 要严重的多 造成的危害 对教会来说 要大的多 也正因为这样 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 他的一个中心主题 就是谴责那些异端邪说 那些假先知 由此可见 如果今天我们问 教会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不是那些反对我们的人 而是异端邪说 那些钻在我们里面的假先知 假使徒 异端邪说 今天我相信在我们中间 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能够体会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最大的搅扰 就是这一些异端 他们的道理总是也是尽量的在研究 找你的漏洞 找你的破口 他们尽量的就是要动摇你的信心 今天我们必须要对这一些 有清楚的认识 所以我们说 米德 在教会面对 疯狂 疯狂 迫害死 人 以 异端 假先知 假先知 为 最 大的 危害 彼得 彼得在教会 面对 疯狂 迫害死 仍然以 异端 假先知 作为 最大的危害 不是疯狂的 逼迫 而是 异端 假先知 他给教会 造成的危害 可以说 比环境的逼迫 更加的 厉害 第二 我们看 提摩太后属 第四章 第七节 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 第七节 各位同来念 那美好的证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在这里 我特别 有最后的 这一句话 保罗说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弟兄姊妹 不要以为 保罗在这里的意思 就是说 我这一辈子 没放弃信仰 我相信 对保罗来说 放弃信仰 这个事 根本就没考虑过 今天我们说 对保罗的一生 他不是为了 不要放弃信仰 而在努力 保罗的一生 他打美好的仗 跑当跑的路 守所信的道 这个守所信的道 不是说 我没有放弃信仰 那就已经 及格了 保罗的守所信的道 那就是要为 真道 竭力的争辩 要守住自己 那一个真理的阵线 今天我觉得 好些弟兄姊妹 在真理上 如果我们不认真的 有扎实的基础 我们很容易 这个人来了 他讲那个道理 大概也蛮好 那个人来了 他讲的那个道理 也很不错 我们应该 弟兄姊妹 有彼此的交通 每个人自己 在神面前 有亮光 有看见 我们应当彼此勉励 从别人那里 我们可以得造就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今天如果说 有一些偏离圣经的 一些教导 我们是不是能够 及时的发现呢 往往在弟兄姊妹中间 有的时候 人家来了 我还为了面子 觉得不好意思 哎呀 人家这么远来了 就有一点错 由他去吧 我也自己没有把握 到底是不是这样 也正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才说 在教会里面 这个道理 现在越来越乱 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 今天我们没有 守住这个道 今天我们要守正地 我们必须要有 一个正地的地方 我们必须要有公式 我们必须要有武器 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这些 我们的武器 公式 唯一的 那就是神的道 神的道在哪里 今天如果说 凭感觉 我们都知道 一个人说 我这个感觉是对的 就是这么回事 一端告诉你 也是这样 我的感觉也是对的 比你更美 比你更好 你也是感觉 我也是感觉 谁的感觉是对的 要么就都对 要么你说你对 我说我对 那就没有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说 今天唯一的标准 就是圣经 我们牢牢的 持守圣经的话 那就是我们信仰的依据 那不会错 我相信保罗说 所信的道 他所说的 那个所信的道 居然反映在什么地方 在他所写的 那一些书信里面 他的书信 连彼得也都是说 没有 这个 若有人强解 就是自取灭亡 说明 彼得也是承认 保罗的这些书信 这些教导的内容 那就是 神的启示 那就是我们信仰的 一些依据 今天圣经 里面 把这些内容 包括在里面 真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信仰 是有规范的 是有 是有一个具体的范围的 不是今天 你要怎么说 那就什么就是信仰 成了一个主观的 唯心的信仰 我们说这种 不是真正的信仰 今天我们的信仰 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这一个客观的标准 我们知道 那就是圣经 在保罗的时候 可能新约全书 还没有完全整理出来 我们都知道 约翰所写的书信 是在保罗 死了以后才有 但是我们说 在保罗的心目中 他所信的内容 不是没有标准 有一个标准 这一个标准 我再说 在他的书信里面 必然反映出来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不是说不放弃信仰 今天 所信的道 我们守住 那是根据什么 根据圣经 我们守住 圣经里面的教导 那就是 守住 所信的道 所以今天 弟兄姊妹 我希望大家 应该要养成一个习惯 对任何一个道理 如果你觉得 跟我们原来 所信的有不同 我们必须 要回到圣经去对照 是我原来错的 还是所来传的 是有问题 你不要管这个 来传的这个人 他自己先告诉你 现在这个是 最时髦的一个方法 就是先推荐自己 再来推荐产品 这是一个推销的 一个原则 你连自己都没推销给人了 我们说 你的产品 没有人会要的 人家接纳了你了 你的产品 人家都要的 所以今天所有的人 都是先推销自己 一来就告诉你 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有什么身份 我有什么地位 我有多少头鞋 然后一下子 你就给他 可以说吓倒 对不对 哇这么多的头鞋 然后这么多头鞋的人 他来推销的产品 一定不错 就等于今天 你要买一个东西 一个人告诉你 我是什么什么博士 我有几个博士头鞋 然后我研究出来的产品 一定怎么样 比你的要好 你没头鞋 我研究出来 怎么会错呢 很多人就是这么想 哎呀 这样的人怎么会错 今天魔鬼 就是用这个方法 保罗说 若有人传福音 和我们原先所传的不同 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他就应当被咒诅 在地上 再怎么了不起的 博士应该 不及一个天上的使者 连天上的使者来传 跟保罗说 我们所传的不同 他都应当被咒诅 因为这个使者 绝对不是从神来 那是从魔鬼来的 怎么不要受咒诅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提醒 保罗 保罗在写 提摩太后书的时候 已经 我现在被焦店 知道很快就要寻到 保罗 临终前 见证 自己 守住 所信的道 所信的道 真是 自 为真道 竭力 争辩 争辩 真是指 为真道 竭力 争辩 而不是指着 我今天 哎呀 我道死 总算 感谢主 我没放弃信仰 我想 连这样的一个 守住 所信的道 连我们都不应该 这么想 今天我们来到 到我们临终的时候 我们主啊 我感谢你 总算 我这一辈子 没放弃信仰 这能算是 我们的祷告吗 这能算是 我们的薪资吗 我想 至少 我们的薪资 不是 我们说 守住信仰的问题 不放弃信仰的问题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至少我们也都要说嘛 主啊 我感谢你 这一辈子 我怎么样 准够是多少 为你做了些工作 要不然 我们真是白活 空手建筑 绝对不是说 我没放弃信仰 主啊 我就已经 完成了你的使命了 今天 主给我们的使命 不是 不要放弃信仰 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简直应该说 这不是要求 我们看第三 提摩泰后书 第二章 第十七节 提摩泰后书 二章十七节 我们一同来念 他的话 如同独仓 越难越大 其中有须比赖 和非力度 好 我们不用念了 他们的话 如同独仓 越难越大 这就是异端的危害 只要有一点点机会 他进来了 他就像独仓 生在你的身上 越难越大 直到你全身都烂掉 很可惜教会 今天对这个问题 就是注意不够 总觉得 就是有一点仓 独仓来了 就让他在这里吧 我们地方大得很 你不知道 容他一点点进来 那就是越难越大 这个是 今天保罗就完全看到 这一个问题 一端写说 在教会 在教会 如同 独仓 越难越大 独害人 一段斜说 在教会里 如同 独仓 越难越大 危害人 今天我们必须要对 一端斜说 要有认识 我们不能说 哎呀 这些人 表现得很有爱情 这些人 所做的这些事情 他不是也是说 信耶稣吗 我们总得要听听 看他 到底是怎么个讲 过去 东方闪电 就有好多 教会 上了当 他们总是说 我们大家来讲讲 我们 大家不同的一些看法 相同的 我们可以求同存异 不同的 我们大家可以 暂时保留 今天我们说 很多 因为听了 东方闪电的一些道理 结果怎么样 就随了东方闪电去 今天你不要说 是东方闪电 就是其他宗教的 一些道理 你去听 你听多了 你也一样会跟了去 因为每一种道理 都有他的一套方法 让你慢慢慢慢的 就随了他去 今天我们说 从好听的来说 那是他是 慢慢慢慢的 让你受他的 同化和影响 在保罗 在这个 保罗这里所说的 那就是说的 很不客气 像读窗 今天你节奏一点 那就你的上面 就生了一个读窗 你觉得这么一点 读窗没关系 他就怎么样 越烂越大 一直到最后 不可收拾 全身都可以烂掉 这就是异端的危害 今天不是我们心中瞎窄 对于任何异端的道理 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绝对不能认为 这个问题不很大 没有关系 异端总是先把一些 使势而非 跟我们还有一点捷径 有一点相似的道理 先抛给你 那你绝到了 然后他就把一些更严重的来告诉你 东方闪电的这些人 不会一下子就先来告诉你说 先要相信有一个女基督 他总是先告诉你一些其他的道理 这些道理听上去 好像很不错 蛮对的 我们自己原先可能有些道理 在讲法上有一些漏洞了 他就来抓这个漏洞 比如他说圣经是不是都是神的话 他就会告诉你 圣经不都是神的话 这里面有魔鬼的话 有约伯山的朋友 有人的话 这些话都不一定对 所以圣经不一定都可以全信 但也不要不信 是不是 我们应当要相信的是神的话 那我们说这样一来 先把你对圣经的信仰已经动摇 因为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了 在这个圣经里面 哪些是我该信的 我们说魔鬼就是借着各样的方法来动摇我们的一些信心 今天我们说 我们必须认识它的危害 像毒窗 越烂越大 第四 马太福音 第24章24到25节 马太福音 大启示 他若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看啊 我预先告诉你们了 好 我特别要大家注意第25节 看啊 我预先告诉你们 说明我们的主耶稣 对这个事重视不重视 非常重视 为什么耶稣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预告 因为我们说 耶稣知道有一天 假先知 必要在教会里面 迷惑许多人 看啊 我预先告诉你们了 什么意思 有一天我们回去 见我们主面的时候 我们如果受了迷惑 耶稣就会告诉我们什么 我预先就告诉你了 为什么你没有注意 今天父母出去 把孩子留在家里面 一定会吩咐孩子 你这事情 那事情应该要做好的 要做 今天如果说 我们没有吩咐的 一个人这个事情 没有做好 我们不能怪他 如果说预先吩咐过的 我们就会跟他说 我预先都跟你说过了 结果怎么样 还是没有做好 这时候是不是责任就更大 今天我们的主耶稣 弟兄姊妹 你要记住这一句话 耶稣告诉我们 看啊 就说你要注意了 我预先怎么样 告诉你们了 今天对于假先知 如果我们没有防范 那就说明 我们对主的警告 我们没有注意 那这个责任 那是加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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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说 可以说 耶稣 预先 告诉我们必有 假先知的迷惑 假先知的迷惑 如果 如果不注意 不注意 提防 将将将会受加倍的指责 将来有一天 我们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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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倍的责任 如果不注意提防 将会受加倍的指责 这是我现在 我想我跟大家先讲一下 认识异端 邪说里面 第一个问题 异端 假先知 对教会的 危害 我们要承担 解 你 能承担 解 解